还要改关心2020除了总统立委选举之外呢 小党也要立拼政党票 至少要过5%抢攻国会不分区的席次 台湾民众党的发起人蔡碧如就再挑起战祸 在上广播节目的时候说 排在时代力量不分区第四的黄国昌不会上 叫大家不要浪费票投给时代力量 被实力的党主席徐永明隔空回呛 蔡碧如没有办法取代黄国昌 而被点名的当事人则是采取了低姿态回应 说时代力量这三年多来的表现 选民有目共睹 黄国昌基本上也不会上 电台节目广告时间 民众党的不分区高红安 跟民众党创办人蔡碧如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都在呛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排在不分区第四名上不了 黄国昌就上不了 黄国昌基本上不了 用过去三年多在立法院里面 具体问证的表现 来争取选民的认同 当事人黄国昌一反战神风格 选择不回击 只是不止这样 蔡碧如还加码 要实力支持者不要浪费票 时代力量不会上 就不要去浪费那个票了 他们有什么诉求 交给我们民众党来喊 我想他是主要在操作 气宝效应 蔡碧如是没办法取代黄国昌的 票头实力被算是浪费 小党抢政党票竞争白热化 除了国会门票5%能保2之外 还要网上加码 只是民众党和实力 票源被评估是重叠 让蔡碧如又下猛腰 蔡碧如拼政党票发言呛辣 搏版面就回柯文哲扮起白脸 这个也太过去攻击性 倒是讲的 我觉得实力应该把黄国昌排第一 柯文哲同样对实力的政党票 没信心建议黄国昌排第一 小党面临生存危机 抢资源还要抢声量 记者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